第七十一章,大雪屏上欠剑 厅内光线辉煌,照耀的那块琉璃地板绚烂多彩 林洪元置身其中,仿佛道教点集上记载的净琉璃世界 他想着是不是返回龙宫后也一样葫芦画瓢 玉池独拳喝酒喝得心不在焉 眼角一直披向外郎,天色昏暗 那边还没有挂起灯笼 他犹豫着是不是借口去见他一面 举起酒杯时,秀了秀 急忙转身望向外郎,就想要站起 林洪元轻轻扯住玉池独拳的衣袖 后者满脸焦急,说是闻到了血腥味 林洪元闻言后,心思急转 以那个年轻魔头身不见底的伸手修为 快雪山庄就算卧虎藏龙 能让他受伤的高手也屈之可数 谢灵真算一个,李亦白算半个 但外郎除了两次地板颤动 再无其他动静 难道是有人潜伏湖底 阴险偷袭了徐凤年 一击得手便后撤 否则总不可能是那家伙闲来无事 驾驭飞剑刺杀湖中游鱼带出的血腥气味 林洪元也被勾起了好奇心思 犹豫了一下 就对玉池独拳使了个眼神 一同站起往外郎走去 夜色渐沉 如同天上仙人朝大地丢下一块黑布 好在厅堂外郎相通 烛光和流光好似肥水外流 外郎景象随着湖面扑来寒风的烛光 飘摇而明慧交错 依稀可见徐凤年端坐在椅子上 轻轻扭动手腕 林洪元眼尖 瞅见他手上绑扎有一块棉布 玉池独拳火急火燎问道 怎么受伤了 徐凤年轻描淡写道 地华不留神摔了一叫 玉池独拳惊讶哑了一声 一脸愧疚 林洪元心中感慨 这姐姐要是被丢到江湖上 还不得给那些披人皮的豺狼虎豹 吃得骨头不上 徐凤年站起身笑道 我送一送你们 这会儿庄子什么人物都有 不放心两位姑娘 林仙子先前跟讲 他们龙公祖师也有说过 知人知面不知心 别看进入快雪山庄的 大多都是正道人士 说不定就是伪君子 更别提那些 一正一邪的江湖散人 咱们顺便逛一逛庄子 赏景送人两不误 对了 我得先一容 你们稍等片刻 林洪元心中冷笑 伪君子得过你 徐凤年转过身 将一张生根面皮覆面 转头后 已经变成一个 相貌清雅的读书人 欲吃独全 微微张大嘴巴 这时候 屋内传来一阵匆忙脚步声 庄主欲吃良辅 看到女儿安然无恙后 明显如是重负 只是眉宇间机遇深重 仍是假装漫不经心笑道 要是爹没猜错 是称舟而来 独全 哪有你这么见贵客的 也就是小林公主 见多识广 不跟你这个当姐姐的 一般见识 欲吃独全 懒言一笑 跑到欲吃良辅身边 亲密喊了一声爹 欲吃良辅低头 瞪了他一眼 然后迅速抬起眼帘 笑望向年轻白头的书生 哪怕有一张热情笑脸 可眼神也跟看待女儿 是有天壤之别 徐凤年双手插秀 低头弯腰恭敬行礼 龙宫采离官 有幸败见庄主 林洪元笑着解释道 左锦算是纳兰先生的得意门声 南唐道以外 兴许都不太熟悉 左公子 当初进入龙宫 咱们的意思是随他挑选位置 左公子眼光奇特 偏偏挑了个还不如 预读官的采离官 说是采鞋离珠的说法 更讨喜 对他们这些志在 苛举夺魁的世子文人来说 更喜气 我与欲吃姐姐喝酒了 约莫有一个时辰 左公子光顾着 都给咱们当门神了 还是欲吃姐姐的面子大 欲吃良辅 眼神冰雪消融 顿时温热几分 尾时是纳兰先生这四个字 对黎阳朝野来说 都太过高不可攀 南唐道名副其实低人 说是纳兰宥辞 而非燕赤王赵炳 都不为过 即便在南疆那边的赵炳眼皮子底下 纳兰先生唐而皇之的 僭越之事何曾少了 否则藩王入京之时 也不会是纳兰宥辞乘坐马车 而燕赤王担当起护驾骑士 如果说这个左警 真是纳兰先生的高徒 那么欲吃良辅 对他的重视 甚至要超出林洪元 这个位置尴尬的小林公主 欲吃良辅抱拳轻声道 庄子上出了些意外 不过既然有左公子 在小女身边 良辅也就安枕无忧了 等处理完手头事务 良辅再来与左公子赔罪 好好痛饮一番 徐凤年点头道 不敢不从 欲吃良辅离开院子 对门口静后的老管事 摇头说道 独权没事 遇上个叫左警的年轻人 林洪元说是 纳兰宥辞的门生 不过龙公这次 就算有所动静 也只是针对雀敦山 况且龙公也绝对 没那份实力 连杀李火黎和谢灵珍两人 这两位背后势力 岂是偏居南疆异渝的龙公可以撼动 如果真是纳兰先生的惊天谋算 哪怕真是龙公所为 也不是快雪山庄刻意插手 咱们这些朝中无人依附的江湖人 动辄覆灭啊 老管事忧心忡忡 实在想不出 谁有这般手腕和胆破 谢灵珍虽未在五平上露面 却也是一等一的顶尖高手 春铁草堂 更是与新任兵部尚书牵线搭桥 李火黎估计身手平平 可既然有朝廷这张保命符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庄子这次恐怕处理不当 难免要被各方势力迁怒 少不了一些趁机浑水摸鱼 和落井下石 庄主得想好退路了 静安王一直有一块雪山庄 投靠王府 庄主是不是 玉池两府神情复杂 举气不定 停下脚步 望着挂在树枝上的一盏大红灯笼 全无喜气可言 重重吐出一口浊气 无奈倒 如同做生意 本想借着这次推选武林盟主 给庄子带来声势 到时候就可以自己寻找买家 价高者得 静安王迫切想买 咱们不愁下家 大可以依着自己的脾性 眼光不卖 如今要是落难 再转去看静安王府的脸色 就怕快雪山庄 就得贱卖了 若是一买一卖 皆大欢喜 也就罢了 我如今就怕 就算卖给静安王府 那位年轻藩王 若是记得当初 山庄的不识趣 给庄子穿小鞋 我可知道 这位藩王有高人 在幕后运筹帷幄 执政清明 有口皆碑 比起老藩王丝毫不差 可观其言行 心眼心胸似乎不大 人无远率必有尽忧 我这个当家做主的 就怕以后 拜徒祭祖的时候 根本无言面对 列祖列宗了 老管师轻声宽慰道 燕宝那边 已经派人动身 去静安王调兵遣将 希望能一锤定音 相反数千铁击一来 只要杀手露出蛛丝马迹 插齿难逃 他只怕十步一杀人 千里不流行 此时已经逃至夭夭 一名庄上心腹管家 匆匆捎来口信 庄主 燕宝这边才出庄子 不到十里路 就被静安王麾下 赤后结下 原来静安王早已调用兵符 让青州水师清朝出洞 战船在二十里外湖面上 一次排开 只是湖上大雾 才没有被人察觉 更有四千余青旗 掐住各个路口 和数十只赤后 分散各地 一有风吹草动 就可以收亡 玉池良府惊喜之后 苦笑道 这位静安王真是神机妙算啊 原来快雪山装成了一座鱼塘 只等大鱼上钩 就会给拖到岸上 老管是感慨道 如此看来 朝廷那边对这次选举武林盟主 并不是听之认之 可能我们都低估了朝廷要让李火黎 成为江湖发号施令者的决心 谢灵珍和李一白 说不定都是陪太子读书的角色 掩人耳目而已 不过是让朝廷燃指武林的吃相 更好看一点 庄主 有一句话我还是得说 福祸相依 快雪山庄 要想脾气泰来 原水解不了尽可 只能赶紧选择靖安王府 这座毗邻靖靖山了 毕竟这位春秋以后 第一位世袭网替的新藩王 在京城那边颇为得宠 玉池良府挥手 让那名后来管家退下 犹豫不决道 我再想想 老管是焦急道 庄主 须知识不待我了 玉池良府浮现怒容 口不择言道 难道真要让独权 给那个始终对母妃 恋恋不忘的年轻藩王作妾 这样靠卖女得来的荣华富贵 玉池良府做不出来 老管是尽若寒蝉 溃叹一声 出自下策 虽说保全了山庄 却是苦了小姐 玉池良府拍了拍老人肩膀 欠一道 老刘 知道你对庄子忠心耿耿 可我就独权这么一个闺女 她又是随她那早逝娘亲的执拗性子 我当爹的 怎么都要让她幸福些 嫁个真心喜欢她的穷小子 也好过嫁入万事不由己的将相侯门 女子做扶平 有几个能开开心心过日子的 老管是点点头 玉池良府狠狠揉了揉脸颊 沉声道 再等等 外郎这边 相比玉池良府和老管市的深陷泥潭 明面上就要轻松许多 玉池独拳毛遂自荐 说是成州就可以到达他的住处 可当他走进栏杆一敲 立马傻眼 当时兴匆匆登岸 忘了系上那条江南水乡的乌棚小舟 大概是湖峰吹拂 这会儿哪里有小舟的踪迹 这让弄巧成拙的玉池独拳 翘脸仗红 不敢跟徐凤年林洪元两人对视 就在此时 乌碍中一抹乌黑 缓缓穿过雾气 出现在众人视野 一名年轻俊义的道人 玉树林峰站在船头 腰计一根精致竹笛 有几分飘渺出尘的仙人风姿 天下道统以祖庭龙虎山为尊 天下道士自然以批此代皇的 龙虎山天师为贵 眼前年轻道人虽未穿着 像是天师府皇子贵人 可那份气度 即使只是龙虎山寻常道人的 洁净装束 也能让人一眼望俗 林洪元微微眯起眼 以便遮掩他的幸灾乐祸 郑主来了 而且 这位在朝廷上平不清云 在江湖上名声大震的年轻道士 开口就没有让林洪元失望 相反 一语道破天机 贫道龙虎山赵宁神见过小林公主 见过玉翅小姐 还有这位公子 袖中左手被一剑穿掌 是否容贫道多此一举 厚颜赠送一瓶山上秘制金疮药 徐凤年没有任何动静 一直双手插袖站在栏杆旁边 赵宁神温纯笑道 贫道除了还传给玉翅小姐 还有一份还礼 记得当初大雪平上 有人口出恶言 欠件不还 徐凤年的答话 简直是让玉翅独拳 心神摇曳 他当然不在乎什么龙虎山道士 大雪平欠件 这傻姑娘的屁股 一直坚定不移 歪向身边那家伙的 只听他出声问道 你找死 祝你一点点 大雪平 有道路 大雪平 还有雨 活跃 寂寞 要海 无法 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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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